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最近买股票要选择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今天我们在坊间也听说这样一个传闻 就说不太允许去做一些跨界的虚拟的一些投资 或者一些订阵 我相信市场感觉到了 管理层感觉到了 我们的投资者也感觉到 那么什么叫实实在在的东西 今天市场其实已经在告诉我们 首先我们看到白酒 这两天都走得非常的不错 虽然大盘在大跌 连续大跌 但是白酒还是依然是我行我素 那么在这之前 其实我们也是节目里也是提醒过大家 QF已经是先知先觉的进取 人家不玩虚的 人家在找什么 找实实在在的东西 找大消费的东西 找食品饮料的东西 为什么呢 容易计算 所以QF在这个季度获利了 第二块我们看到我们的乳业 今天我也看了一个数据 我们的乳制品也是喝的 有半数以上的企业 也就是50%以上的企业 业绩在慢慢的增长当中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国内的消费者 对于乳品行业的信任度 再慢慢的回升 这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第三个呢 我们看到在医疗上面的维生素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原料 这些企业呢 其实从今年开始 它一直在提价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企业 它的股价 其实一直是来回来回 比较凶悍的 或者说波动的范围比较大 就也给我们的投资者呢 做到了一个波段获利的 一个实实在在的收益 那么还有一块呢 大家也是耳熟能详 就是我们的二师兄 猪肉 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那么现在 二师兄也涨了33%以上 那么这样的涨幅 对于一些 我们看到一些资金 先期已经潜伏于一些生产 跟猪有关的 跟生猪有关的 那些上市公司 大家看到了没有 也走的中规中矩 那么据我们的资料统计呢 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 就说那个新浪也好 搜狗也好 有一些大的统计数据表明 目前有四个多亿的资金 在这之前是介入到食品饮料 这样的防御性的板块当中 那么说明 大资金还是做到了 实实在在的去选择这些 他们看得懂的品种 看得懂的消费品种 那么还有一个 六月份以后 欧洲杯要来了 那么欧洲杯来了以后 酒肯定是畅销 尤其是啤酒 对吧 好 啤酒 又是一个后续的 实实在在的东西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 那么我们投资者 就一一去寻找吧 对一去寻找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也不可能跟大家 来回的去讲这些消费品 但是有一点 我们很多的资金 往后去的话 可能它不会再去 游戏里边寻找 那些很虚无缥缈的 游戏的结果 而真的会 数一 数二 数三 数一 数五 卖了多少瓶酒 对吧 卖了多少原料药 这些东西 恰恰是后面的资金 包括我们一些 私募也好 公募也好 他们所期待的 或者我们管理层 需要把他们引导进去 导入进去的 一些相关的板块 那么这呢 从今天的盘面上 也是实实在在的 给大家提个醒 所以我一直认为 我们必须做到 输 你要明明白白 赢 也要明明白白 我是怎么赢的 我是怎么输的 给你后面的操作 带来有益的借鉴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我们的编辑 又给我们梳理了 哪一些市场中的热点 今日市场继续震荡 固执早盘高开低走 宁静午盘大幅拉升 午后走势疲软 宁静尾盘时再度拉升 但最终跳水收盘 报收2837.04点 微涨0.16% 创业板指更加疲弱 稍微走出深微走势 午后震荡下跌 报收2034.93点 下跌0.94% 市场方面 经历了年初的A股暴跌 股票私募 今年走得粪败坎坷 数据显示 今年前四个月 股票私募产品平均亏损 9.79%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受益于商品市场强劲反弹 期货私募赚得盆满钵满 业绩方面 中小板全部上市公司 已经公告了2016年 半年业绩预告 中小板2016年 上半年净利润增速为28% 增速较2015年 有较为明显提升 其中触及养殖 和新能源车产业链 贡献巨大 板块方面 近期的连续调整 使得市场恐慌情绪 急剧升温 离电池 虚拟现实等前期热点 纷纷退彻 而包括家电等低估值板块 则获得市场资金追捧 分析称 虽然短期风险 已得到快速释放 但市场依然处于弱势 因此 家用电器等 攻守兼备的机油品种 仍将有不错的表现 好 回到现场 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玲珑石 一位是周小刚 我跟老林在上一次做节目 我记得跟您有一个 有约 有一个约 就是说 每次来 你给大家带来一些 你实地的去上市公司调研 对吧 这样的一些题材 那么等一会儿 这个月一定要实现的 所以等一会儿 在节目当中 老林也会给大家 就是慢慢地给大家 解答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盘面 老林 最近的盘面 真的是平淡无奇 大家都觉得 有时候到下午 就想睡觉 是吧 那么您从这样的 一个盘面当中 你是不是感觉到 这个盘面 还是有希望的 或者说 我们还是有一些期待的呢 其实呢 从前面的 两个2638筑底 完成了以后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两个2638的 这个双重底 它是其实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 那么这个下方 它其实是有 很大的一个支撑 也请韩云切到一张 我做的PPT 周线图 对 是上证指数 周线图 大家可以看 为什么我说 这次不太可怕呢 就是因为 它其实整个的一个 下降的压力线 其实已经在 4月份突破了 你是做了 这样一个连线 周线上的连线 对 那么我们看 老林的这个连线以后 我们看这一部分 应该说还是突破在 下降压力线外面 对吧 应该从基础上来说 它其实是突破下降 压力线的一次回抽 那么为什么要画这张图呢 大家可以去看 从去年的这个波回调开始 不论是5178跌到3373 还是第二波4006跌到2850 或者是第三波3684跌到2638 它表现的一个特征 就是速度特别快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 最近的五周的时间 这次见到3097的一个高点之后 它下跌的速度比较缓慢 请记住 前面的这个三轮下跌 它速度特别快 如果这边市场真的不好 应该速度也会快 但是这种速度慢 其实就是在打破原有的 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对应的 我现在上面画了四个低点 第一个是3373 第二个是2850 第三个是2638 第四个也是2638 第五个呢 其实就是今天的低点 你或是这周 一 二 三 四 第五个是今天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低点 和第二 第三 第四个低点 相差有一定的距离 大概有500多点的相差 但是第二 第三 第四个低点 和今天的最低点 或者你或未来可能还会继续走低 这些后面的这个几个低点 它位置都差不多 那么也就说明向下的空间 并不是很大 因为毕竟市场经过了 三段式的快速下跌以后 整个市场的下跌动能不多 但是呢 由于整个的一个调整 为期时间 从去年六月份开始 到今年四月份 突破这根下降压力线 为期大概是十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个十个月的时间 伴随的是绝大多数股票 超过50% 甚至达到70% 80%的下跌 在去年2638 今年年初2638筑底完成之后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最近这段时间 您刚才所说的某些强势板块 最明显的是前期的锂电池 包括现在的猪肉 包括有一部分白酒 它有一些个股创新高 创什么新高呢 创了5178的新高 但是整体的个股 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面 还徘徊在前期 不论是2850的低点 还是2638的低点 对应的相对的股价 也就是说 跟大盘走势相同的个股 在整个市场里面 占80%到85% 大部分 大部分是这样 那么但是这些个股 大家也去看 也没有明显的破位 在最近的五周的时间里面 虽然指数出现了缓慢的下跌 但是这些个股对应 真正把2638对应的股价 打破的个股 也并不是很多 也就是说 在现在整体的市场 经历了三次大的回调之后 现在处于一种 向上很难 向下也很难 我个人倾向于在这儿 会出现一次 比较长时间的一个筑底过程 现在正在一个巡底的过程 这个底有可能会在 2800到2850点完成 还是比较乐观的 2800到2850 对 这是第一种走法 这是最乐观的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跟去年 89月份的2850的这个低点 其实形成了一个对应 从某种角度来说 是一个大型的头肩底 虽然这根颈线 绝度难看 是一根完全朝下倾的颈线 但是事实上面 它如果在2800到2850之间 真的构筑右肩的话 那整个的形态 其实还是一种 变形的这种头肩底 那么第二种形态呢 它会演变成 再去向2638进行一个回撤 那如果再回到2638 可以这么说 那就变成三次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 大型的这种双重底 因为从3684下跌之后 到现在 今年现在是5月份 如果一旦在2638这 再次筑底的话 那么这个双重底 大概全部构筑完成 要接近6到7个月 这种双重底的力度 是相当大的 为什么我前面说 3373 2850 2638 后面这三个低点 靠得这么近 因为现在正在一个 筑底的过程 这个筑底是针对 5178下跌的一个 总的一个筑底 那么筑底完成之后 会有今年的一波 比较好的吃饭行情 那么现在我个人觉得 还是一个筑底的阶段 要密切关注 因为5月份 随着年报 已经全部出台完成 一季报也逐步出台完成之后 那么接下来 上市公司的股价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 最近随着消息面的变化 很多股价出现了 重新排队 有极少部分个股 竟然在大盘 连续回调 五周的情况下面 还能逆势创新高 或者说稳步震荡向上 但是还有相当多的个股 把从2638到3097的 这个涨幅 全部抹去了 所以说我更多的觉得 现在处于一个相体震荡 寻求底部的过程 密切关注 然后各股又在各自 唱着各自的戏 那么这种各自唱戏 它完全符合在 调整式里面的态势 整体市场 可能五六十个板块里面 可能活跃的板块 也就五六个 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市场的整体的资金 在不停地朝下降 成交量在朝下降 互是已经缩到 1500亿之下了 那么声势也在缩小 那么伴随着 这种成交量的缩小 从某种角度来说 对于现在已经在市场 里面的投资人来说 他上也不是 下也不是 对于在场外 留着现金的人来说 他也不愿意进来 那么市场现在在这儿 其实是一个焦点方法 那我跟你探讨一个 我们很简短地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资金没有 那也就是说 是不是你的意思说 场外的韭菜 就是或者说市场的韭菜 还没有形成 就是说 这些韭菜 应该还没有形成规模的进场 那么这个资金的短缺 应该是长时间 会形成这样的资金短缺 我个人认为 这种低成交量 比如说保持在 1500亿至2500亿之间 这种成交量 会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要想回到以前的峰值量 其实是不现实的 因为现在的融资融卷的比例 越来越小了 那么也在去杠杆的一个过程 这种去杠杆随着这三次下跌 包括这种近五周的回调 这种去杠杆的能力 对市场所有你用融资借来的钱 你是不愿意参与这种 应该说叫没有任何机会的行情当中 对 那么也就是说 以后的行情当中 个股的分化应该是比较 会比较明显的 因为你现在也就靠这部分资金 就是如果做行情的话 那当然行情还是能起 但是可能就是个股之间的 那个差异化会非常明显 就算行情起来了 它还是可能从五个板块 变成十个板块 并不会像以前这样 二三十个板块同时启动 我觉得这种事实不太出现 好的 那也就是需要我们投资者 更好地去了解上市公司 从而选出有价值的 价值低估的品种 这个一会儿我们请老林 再把他的经验给我们分享 好 回到小刚 小刚一直是我很佩服的 对基本面政策面解读 非常独到的一位嘉宾 那么今天小刚面对这样的市场 你给大家又带来了 怎么样你的一些独到的见解 跟大家分享吧 好的 那我想还是先简单地讲一讲 因为刚才老林把 算成终止也讲得比较清楚了 我想我讲一讲 我对创业板指数 就是日线上我先简单地讲一讲 我认为就是创业板指数短线来看 明天有可能考验2000点到1988点 这样一个区域的支撑力度 但是我认为就是因为现在分时 分时级别的技术指标 明天很可能发生第二次倍率 所以我认为如果打到这个位置 可能明天一些擅长于做 T加林的资金 会在这个位置再拦截一次 我认为 但是因为创业板指数的 我前期讲的箱体就是2260点到2083点这里 我认为2083点这个箱体下沿 已经转为后市的主力了 如果收盘站不上去的话 我认为这个趋势还是往下跌的 那么第三点我认为就是 我们现在投资者要等了什么 最好就是出现 就是第三个日线上的调供结果 因为这次行情从4月13号 创业板指数从2330点的下跌以来 我个人是把它作为一个ABC的调整 那么现在目前为止 日线上一共出现了两个调供结果 尤其本周一的这个调供结果 既是日线的调供结果 又是周线上的调供结果 所以从技术意义上说 这个调供结果的意义就比较大 很可能成为这轮下跌行情的持续性结果 所以我认为至少要等到 第三个调供结果出现以后 再看一看到时候的分析指标再说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 就是对基本面的解读 我认为个人认为 就是本周《人民日报》的这篇访谈 我认为蕴含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我这次也特意做了几张PPT 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我也里面 我对每段话 我都个人总结了 我个人总结了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那我在这里就PPT 我也不详细读了 因为太浪费时间了 然后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就是这封访谈 我个人对他的总结出来的信息 我个人认为我实际上他解答了 就是投资者对我们国家三个方面的一个 就是应该说信息吧 第一个我理解是经济基本面 就是麻烦韩云帮我打到第二章 第二章 对 我个人认为就是他回答了 就是经济增速将呈现温和换当的态势 那么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在前期行情 为什么有些分析师认为 就是行情会往户指会往3600点走 实际上他对经济的判断就是游行 那么实际上这篇访谈明确指出来 就是经济就是是Air行 那么我的解读就是经济增速是呈现温和换当 实际上下边还是有底线的 然后经济结构是不断地会得到优化 在未来会得到优化 实际上从长期看 我认为这句话又包含了两层涵 第一个就是未来不同行业 或者哪怕是相同行业内的企业 会根据你这个创新能力的不同 它的盈利分化会加剧 那么第二点实际上 如果这份访谈的这些步骤 在未来得到执行的话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的质量 会在未来取得强足的进步 实际上大家仔细想想 这实际上会为股市的健康发展 奠定一份坚实的基础 我是个人实际上认为的 那第二点实际上这份访谈 回答的就是对货币政策的 就是一些信息 我认为货币政策在五月份以后 或者说今年剩余的时间段 会趋向于真正稳健 那么对机构投资者会造成这样的预计 就是可能今年五月份以后的流动性方面 会不如今年一到四月份 那么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今年一到四月份我说过了 创业板指数走了两次 涨幅20%以上的反弹 那么如果在五月份以后 流动性出现这样的预期 那我相信对创业板指数 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那么第三点 我认为就是他当中也强调了 实际上他这个话 跟4月29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话 我认为是有相同的地方 我是仔细比较过了 他当中这份访谈也强调 股市将充分发挥 对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 那实际上我认为就是 这个也是对未来 如果基础性制度建设 建设好的话 我认为对未来的话 也是立在长远 实际上就是怎么说 就是短期和长期 投资者要做一个衡量 如果我把房屋的地基 搭得更稳一点 搭得更好一点 我相信这双楼 未来可以造得更加高一点 对 就是我感觉 就是小刚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说政策面 其实对股市是采取了一个 呵护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种呵护 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 就这种过程 从短期来讲 可能会形成对市场的一种震动 但是从长期来讲 我觉得就是 我们觉得会对加强制度性建设 包括对它的治理 会产生一个积极的因素 那么这样对股市的一个健康 就是一直我们一直讲的 健康稳定的发展 会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对 实际上就打个比方 如果我生病了 我去医院的话 那医院可能医生会给我开一个针 就打几针 那你打针的时候 针入进去的时候 肯定是有点痛的 但你想想 如果你一个疗程 比如说三针五针打下去 那你的身体开始好了 那实际上肯定是 就是你这个痛 我认为是值得的 我个人是认为值得的 那么后面一张呢 我还是想讲一下 就是今年因为我前期也说了 就是我认为就是 后面就是随着这个年报 和一期报的公布的结束 我认为投资者 应该做一这样一个整理 那这份整理呢 就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A股整体 及创业版利润的增速 那么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整理 实际上这份整理 包括后续的逻辑 是为对后面 就是今年五月份以后的 创业版指数波动区间 我会做出一个判断 我还是这句话 我认为就是作为一个投资者 如果你整天随波逐游的 去跟随市场 这个股票投资 是很难做好的 如果你自己不建立一个 这样的分析框架 我认为是 就是对你的中线投资 我认为是不利的 那么我们看到 就是A股整体 2015年年报的利润增速 为-2.4 那么2016年的一期报 微幅回升值-1.9 那么也证明了 实际上今年一季度的 一些稳增长措施的株担 对A股整体的上市公司 还是带来了利润 向好的方面的变化 但是我还是在 我有个但是 就是A股整体的 经济产收益率 实际上经济产收益率 是公司盈利能力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这个指标非常遗憾 从2014年的11.9% 还是到今年一季度 下滑至9.5% 那么说明就是 我如果把钱 我打个比方 上市公司定征一好几钱以后 我把这个钱交给上市公司 实际上上市公司 它的获利能力 这个能力在下降 实际上这方面 我认为是不利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 创业版整体 在剃求某家公司 为什么把这家公司 一定要剃求 因为这家公司 它单家公司的 公司的净利润 占整个创业版公司 比例太高了 所以一定要把这家公司剃掉 那么2015年 它的年报利润 增速为20.3% 那么这个增速 实际上相比较 2014年是越有回路的 那么2016年的一季报 它的利润增速为37.9% 那么我前两天也看到 部分就是观点认为 就是一季度37.9的增速 对现在就是创业版 大概平均性的在66倍左右 他认为这个PG还不是很高 那么我这里 我个人要提一个反对意见 为什么 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的分析 就可以看到 创业版今年一季报的 利润增速 它大幅相较2015年 大幅回升的原因 来自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 外延诟病资产的并表 第二个 去年就是2015年 一季度的同期基数比较低 那么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创业版公司 去年它这个并购资产的 一个高分 发生在去年下半年的三四季度 那么到了今年一季度 它并表了 财务上进行并表了 所以这个同比基数 我认为是不可持续的 麻烦韩勇打到第二张 那么实际上 我看了一份券商研报 为什么这份券商研报 我仔细看了好多遍 因为这份券商研报 我从对它这家 券商的长期公众来讲 它对创业版的判断 相对来说 或者对上市公司 盈利人的判断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那这份券商研报 认为它比较客观 它认为创业版 今年的全年的证数 它预计是在20%左右 那么一季度的利润专数 刚才还是 我刚才观点 就是很可能是今年的高点 所以我认为 现在就是创业版的 整体适应率 我认为还是越为高一点的 那么2015年的年报 又显示 就是创业版的双语 这也是在 这份券商研报里面 有规模已经达到了 1160亿 那么实际上 它占了净资产的18.7% 那我这里一定要强调一遍 实际上双语 是因为它去诟病的资产形成的 那么未来 一旦这份诟病的资产 它不能实现 所承诺的净利润 那么未来就会形成 我们叫双语减值 这个双语减值 实际上在去年2015年 如果西星投资之前 已经发觉了 对部分上市公司 已经净利润 带来了非常大的 不利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就是 如果这个双语减值 赚整个创业版利润的比重 越来越高的话 我是认为投资者 要注意当中的风险 至少要注意 好的好的 那么小刚 这样 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讲 就是因为小刚 对这个创业版的研究 刚才我们在私下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特别认真 特别认真 由于一段一段的特别多 那么我们现在先听他 讲完两段 关键的一段 我们等一会儿 再跟小刚再继续交流 回到老林这里 老林 那么你要来还个院了 是吧 上次我们讲过的 那个 切一张皮肤 对对对 好稍等 我来帮你 你继续讲 我来帮你切 我把整个上市公司 分成了六步骤 好的 这六步骤 第一步叫筛选公司 锁定目标 筛选公司 我个人觉得 我自己的经验 要多读报纸 包括最近的权威人士的 对经济的一个发表的 不是读报纸 我们是不是读人民日报 一定要读人民日报 另外你要坚持读三大证券报的一些上市公司的每天的一些公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上市公司每天在发生很多事情 通过读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宏观政策的解读 产业把握产业导向 跟踪市场趋势 然后观察这个行业动态 那么做这些读报纸的目的是锁定这个目标 当一旦锁定完了目标以后呢 就进入第二步 叫通读公告 设计问题 通读公告呢 我自己的过程是先要读从招股说明书开始的所有的公告 基本上面到现在为止应该是读到是一纪报 那么在一纪报读完了以后呢 你对整个公司都比较了解了 另外要去看它的官网 因为大部分优秀的公司呢 它在官网上面呢 很多还是公开披露的比较多一点 那么第三部分呢 它会 我插一句 就是通读公告的时候 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们投资者讲一下 就是你主要是看哪公告里边哪几个比较重要的 我认为 它东西连篇累读 有一些公告特别重要 第一 招股说明书 这就相当于一家公司一张出生证 第二呢 每年的年度报表 这是它的应该说每年的一个成绩单 第三 如果在整个的公司上市之后呢 它有一种并购的行为 这种并购的公告书特别重要 因为并购公告书来源于 它是这种外延式的这种扩张 我觉得很重要 第四 它的大股东 或者是第一大股东 或者是第二大股东 这种减持 增持 或者是股权激励的公告 我觉得特别要读 为什么 因为内部人是最了解公司基本面的人 那么读完这些报告呢 我今天也带来我自己 我上周呢 去跑到湖南一家上市公司 我自己做的这个调研报告 就这么一家公司大概有73页的一个报告 所以说其实呢 这个读这个功告 我们看是厚厚的一点 厚厚一刀 其实这就是在第二部分完成的 叫通读公告 还有呢就是要把它的官网上面 重要的点给抓取下来 那么这些 因为我们有些观众说 老林讲那个调研 它到底去不去呢 对吧 对 那今天我们其实是告诉大家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嘉宾做的事情 它是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对 也就是说我们给你讲的上市公司的调研步骤 不是来源于书本 来源于理论 那么更多的是来源于我们嘉宾的 实地的自己的亲身的体验 这家公司呢 成立了大概三到四年 也就是说我 以我现在的速度 读完它这些公告 大概正常也要需要 三到四天的时间才能读完 读完了以后还要设计问题 这个设计问题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在我去参加上市公司 因为我正好去参加的 它年度股东大会 那么整个的过程 我在去的过程当中 我会有大量的时间给我思考 我觉得这个设计问题是很关键的 第三步呢就是实地调研 去了上市公司呢 其实最重要的 很多人看的是这个场面上的事情 我更多的关心的 比如说墙壁上面有些什么标语啊 厂房啊 食堂啊 员工宿舍啊 这些细节的地方 还有厕所干不干净啊 对 其实是很能看清楚 一家公司好不好坏的 因为一个企业特别到现在为止 它的管理好不好 完全都是靠细节来看的 因为它可以在股东大会上面 面对所有的 不论是普通投资人 还是机构投资人 它可以展示出它好的一面 但是这些它日常生活的地方 它这些做得好 才是真正做得好 这也就是表里如意 对 就这些东西装不出来 就细节上的东西装不出来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部分东西 其实是去调研要更多的用心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一般跑上市公司 都会提前一天去上市公司 可能会找到 我这次是找到等下班 第二天早上我等人家上班 看看这种整个的一个员工的精神面貌 是什么样子 很重要 第三步呢 第四步呢 它其实就是正常的开股东大会 我觉得开股东大会的过程 因为我们现在经历的都是第一代的企业家 感动老板很重要 因为你做了多少事情 做在对面的人 可能他是这个行业 中国不是排在第一 就是排在第二的老板 他对整个的行业了如指掌 这次我很有幸的 这家公司大概在全中国排前三 我其实通过这个调研 不单完成了对他的调研 同时还完成了对其中 另外一个第二名的一个调研 我通过第三名的老大来说第二名的情况 那比我自己去调研看得更清楚 因为这是他的竞争对手 所以说那家公司也是上市公司 其实它那个行业 现在排前十的公司里面 有五家是上市公司 所以说我在研究一家的过程当中 其实顺便的也把这个行业的别的公司 也同时去了解过了 第五步呢 其实它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最后是梳理信息跟形成逻辑 那么所有的这一些准备工作 包括去调研或获得的信息 探索的真相 最后回来它要形成一个投资决策 其实就一件事情 买还是不买 可不可以买 我觉得很重要 这是我回来做的事情 最后一步呢 叫研判走势投资布局 我觉得这一步呢 其实对于真正要买这个股票很重要 如果这个股票在前期已经涨幅过大了 可能五倍十倍了 我再去做这些事情 可能价值就不高 我如果现在去的这家公司 它前面的累积涨幅比较小的话 那我现在就去做 有价值 我可以这么告诉大家 虽然不能透露这家公司的名字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从这家公司上市的开盘价 到我去的时候的价格 它的股价只涨了一倍 那么也就是说经历了这么大一轮牛市 它也像很多股票一样 坐了一次过山车 但是还好它没有回到原地 回到了比原地高一倍的地方 但是这家公司正在孕育着这种转型 这种转型也就是我去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去这家公司的第一次 在未来的一到两年之内 我可能还要去两到三次 那么就是说你根据这个股价去调研 首先第一点 看到它的股价也不是涨幅很大 这是最前提 这是最关键的 这是最关键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成为接盘侠 首先不要成为接盘侠 第二件事情就是它的整个的行业 一定要符合产业导向 其实我这个挑选的这家公司标的 就是我今年一直提到的叫 我们今年有一个投资逻辑叫 跟着国开基金选股票 好的 那如果说我们节目后面有时间的话 让我老林再来给大家具体的讲一讲 国开基金的故事 好 好吗 好 听完了厂内两位嘉宾刚才的观点 那么我们现在来听一听厂外的嘉宾的观点 同时两位嘉宾电话连线以后 我们将进入我们的股市聊聊吧 大家不要走开 好 日线大盘目前不具备连续下跌动能 成交量的萎缩也说明了这一点 预计未来大盘一段时间会在2800点 至2860点之间走向起 2800点被有效逮迫的可能性不大 一个月线级别的上涨 要在横盘完成后才会开始 操作上 积极买入对应股价2000点附近 总股本5亿以内20倍适应的股票 和高净资产小市值的国企股票 回避创业板中涨幅需要巨大的股票 上涨指数日线上面是在过注低位平台 后市成交量不能持续有效放大 平台向下颇为考验2732支撑的风险存在 创业板子虽然也是在过注低位小平台 但是向下滑动的数率是大于上涨 失手2000点的风险同样也是存在 如果想有下样的反弹的话 可以参考日线MACD指标 在临终之下形成净差 那么反弹的周期可以略微增加 在此之前 每次的抵抗反弹都是减仓的机会 目前只能先休息观望为主 关注小盘执行股 以及有业绩欲增的成长个股 可以逢低 跟踪并且折击再介入 欢迎回来 那在听完了嘉宾的观点之后呢 接下来马上进入谈古论经的另一个小板块 股市聊聊八 股市聊聊八 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什么呢 我们还是讲一个M头 那么上次我们讲过是头肩顶头肩底 那么我现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因为目前有些股票 确实短线上出现了这样的形态 那么大家依照我们讲的东西呢 聊聊八的东西呢 可以去对照着去验证一下 是不是我的股票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特征呢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M头 M头呢 是较为常见的反转形态之一 有两个较为相近的高点构成 成交量的特点呢 是第一个头大于第二个头 主力呢 无法在第一个头部呢 完成出货 因而呢 它要再拉第二次出货的原理构成的 那么M头成立后的跌幅 跟我们那个头肩顶是很像的 就是头部到颈线的位置距离是 一比一的等长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上阵宗旨的日线图 这是2015年7月9号 7月9号到那个2015年的8月21号的 我们来看一下形成的M头 那么我们看 是不是两个头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头部 那么也就是说量能的话 大家记住啊 第一个头部的量能来的怎么样 来的大 第二个头部的量能来的小 一定是这样 那么完整的构成了一个M头 M头以后 它的跌幅 大家看 就是用到颈线 这是一条颈线 那么颈线下面的跌幅 这个两个都是一模一样 等距离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个案 那么刚才讲到的是上阵的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个股的那个案例 也是这样 头部 第一个头部形成 这是第一个头部 然后呢 这是第二个头部 同样的 我们来看成交量 是不是第一个头部的成交量是怎么样 大 第二个头部的成交量是什么 小 就是依次往下 那么同样的 有的人说 那么下跌空间多大呢 就是从这儿的开始到 颈线位的等量的跌幅翻下去 那么就是我们说的 接下去就是最小的一个跌幅量 那么对于个案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个个案 也是很经典的 大家看一下 M头形成一 二 然后成交量看到吗 这里是怎么样 大 这里是什么 越来越 小 那么形成了一个M头 标准的M头 那么跌幅你就知道了 翻下去 就是多少 所以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 下面还有很多的案例 我们就不一一的来给大家解读了 那么通过M头的了解 那么对于你个股上的操作 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多做做功课 好 聊完了股市撩撩吧 接下去我们将进入微信连连看 微信连连看 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投资者 又是跟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互动 肖志平留言 头肩顶亮度跌幅还没到 小幅震荡后继续下跌 看到吗 我们学了头肩顶以后 我们很多的投资者 就跟我们有一个心心相通了 是吧 明明说呢 明后两天有中阳线 试探景线位 可逢高减仓 越坐越近了 还有一个明明说呢 中正500期货指数 是大盘大跌的主要因素 说明你在看盘的时候 是属于看得非常的仔细 这种就是把各个板块的指数 它都能够调出来 从而形成对大盘的一个判断 这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 那么佼佼说呢 昨天满仓 清早开胃逃顶 下午收盘呢 又微套 哎 看好明天危涨吧 你看 昨天满仓是信心满满 为什么对明天又只是一个危涨呢 所以我们投资者的心态 还是有一些微妙的 微妙的变化 那么还有一位投资者呢 他是叫侯年生 他说问我 韩云你好 近几期节目嘉宾呢 都在说反抽 那我想问反抽的力度 一般有多大呢 好 首先一点啊 我觉得反抽的理论位置 那么我们上次讲过 头肩顶的 就是理论位置呢 是反抽颈线位 那么目前大盘的颈线位在哪里呢 2900点附近 这是理论反抽 如果强一点的 可以瞬间也可以突破一下颈线位 但是我觉得在颈线位 应该是作为我们第一次反抽的 一个极限位置 当然了 大盘不是我们控制的 因为大盘不是我们的亲哥亲弟 对吧 那么控制这个的主力也好 市场行为也好 它可能它不到颈线位 我觉得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来讲 并不一定要追求完美两个字 但是只要是什么 如果是重仓的话 你在反抽的时候 一定注意 越接近颈线位 越需要把自己很重的仓位 怎么样减一减 这是关键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微信 今天的微信投票 今天微信投票 我们编辑给出的题目是 A股反抽到位了吗 A 这就到位了 还没减套呢 就是很多投资者说 然后这部分投资者是占了29% B 也差不多了 小亏一点就不错了 这部分投资者占了27% 真正的反抽还没开始呢 这一部分投资者占了44% 什么道理呢 因为他们 昨天我们那个微信投票 我看到了很多人都持股 都在持股待涨 所以他们认为真正的反抽 还没有开始 但愿我们祈祷真正的反抽 这两天能够怎么样 能够开始 好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后面有更精彩的明日抢先报 等着你 欢迎回来 那说完了股市聊聊八之后呢 我们下面进入 谈果论金的下一个小板块 明日抢先报 好 明日抢先报 我们很多投资者都在等待 我们明天给出怎么样的一个答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上阵宗旨的日线图 首先收出十字K线 五天线继续下移 压力逐步逼近 多方短线有所抵抗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多方在盘中的一个抵抗 当然抵抗是很微弱的 在收盘前又被打压下来了 那么量能略有放大 但未达到五日军量 因此反抽未果 尾盘回落 就是我们讲的 五日军量都没达到 指标MICT勾魂枪继续 临轴下方空方掌控 你看勾魂枪继续在开口的 往下的走 好 我们看上阵60分钟 跌破头肩顶颈线 连续两天弱势反抽 横盘震荡 指标KD界今日金叉 但反抽力度不强 警防死叉后再破新低 再破低 指标MICT逐步低档密合 准备金叉 那么这是上阵60分钟的走势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给出大家的一个预案 那么我们的预案是 短期缩量明显 未来几天会有方向性的选择 就不管怎么样 大家还是在期待 能不能有反抽 那么我们来看 如果继续缩量 小阳中阳格局 继续缩量 小阳中阳格局 反抽到五日线附近 会再下一个平台 警防此危机 为什么要警防此危机呢 也就是说 如果说它的量不出来 依然是小阳中阳的 连续出现一两天的格局 那么反抽到五日均线的时候 那么记住 这个五日均线 它不是说要做一个突破 而是搭一个平台 然后往下 然后往下 那么这个要注意 第三 如持续缩量横盘 未来两天会明显的向上反弹 懂了吗 如果持续缩量横盘 未来会明显的向上反弹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两天 如果能扛过去 那么后面也就是我认为的 时间窗口要到了 那么窗口一到 如果说大盘本身 就是在低位横盘的话 那么它应该说 是有大家 就是传说中的反弹 或者反抽会出现的 第四 关注量能变化 也就是我们一直坚持 需要 就是第一小时的量 需要600亿 总量还是需要突破 2000亿的大关 一定是要有 整体上就是一天 必须有这样的量 它才可以有一个强势的突破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的走势 应该跟上证 应该我们最近认为 就是跟上证的走势 是比较接近的 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 收出中英若于主板 今日不算反抽 创业板肯定不算反抽 五日均线 逐步下移 压力逐步的逼近 量能较昨日有所放大 短期如有反抽 需要达到五日均量 指标MNCD勾魂枪 继续临轴下方 空方掌控 依然是在空方掌控当中 创业板60分钟 逐步进入 2050附近的支撑区域 今日继续在此 瑕浮震荡 尾盘跳水 收盘最低 今天是功亏一篑 指标KT界金叉 尾盘再次向下 短期警方死叉 死叉将破低 指标MNCD 低档逐步密合 如有金叉反抽 将较为明显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相关的预案 预案 一 收出中英 几乎是最低的 令人失望 也许会诱发短线 真正的反弹的到来 别失望 今天收出 收出这样的推线来 似乎也是诱发短线 真正反弹的到来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告诉你 不一定这根阴线 是真正的一根中阴线 那么短期缩量明显 未来几天会选择方向 关注量能的变化 警方冲高回落 再破新低 还是量能 我们讲了无数次了 就是目前的盘面 我们缺的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量能 所以这一点大家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的 好 讲完了明天抢先报 刚才老林的国开基金 还没跟大家阐述完全 那么接下来怎么样 我们把这个补上 给大家再详细的 把国开基金 它应该也属于国家队吧 是 它是产业上的国家队 好的 老林来讲 那么我来切 我为什么要 今年的主题的 有一个主题选股 为什么要针对国开基金选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国开基金是去年9月份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 是100%控股的 总的注册资本是500亿 它主要是投资于一些 我现在整理了一下 哪些行业 锂电池 机器人 新材料 新技术 智能制造 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锂电池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多福多 当生科技 就是国开基金 投的 表现 股价 大家也看到了 那么顺着国开基金 选个股 其实是我们 今年做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工作之一 那么为什么 要顺着他的思路走呢 因为起涨 起跌的时代 我可以说 基本结束了 接下来 这次的这个股价的结构调整 我认为还刚刚开始 就算后面有反弹 照样有个股 还要创新低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是 公司基本面的优劣 和未来业绩的好坏的一个提前反应 那么国开基金 代表着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产业 我这次去的这家公司呢 我跟老板私下也沟通了一下 那么具体是什么概念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国开基金在你公司投5000万 上市公司要以1比9的力量 配4亿5000万 成一家公司 总个注册资本可能是5个亿 试想这个5个亿 如果拿到银行里面去 只要进行1比1的配资 那就可以配到10个亿 在现在整个中国经济 转型的一个大节奏的情况下面 整个的经济并不是U型 也不是V型 那是一个长期的L型 我个人对这个L型倾向于 可能前几年是朝下的L型 后几年是朝上的L型 那么在这个朝下的L型当中 有公司肯定要提前走上升通道 什么公司 第一要有钱 第二要有核心技术 第三最重要的是 要真正的去搞研发 搞核心技术 那么这种核心技术 不是中国级的 世界级的 那么在这种搞核心技术的过程当中 国开基金其实就是一个推手 它的产业投资方向 就跟我们现在看见的国家队 在A股的投资方向一样 可能现在大家对这些国家队 看不上眼 不要着急 因为这些国家队 它不是短期的进来 短期的退出去 国开基金投一家公司 最少7年 最长20年 资金成本只有1.2 我开玩笑跟这家上市公司的老板 说了一句 我们是看得中国家队的 所以老林刚才讲的国开基金 我觉得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选顾思路 就是盯着这样的国家队 这也是国家队 这也是国家队 那么我们回到小康这里 小康给大家聊聊 你对哪些板块 就是当我们大盘 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要起来的时候 你对哪些板块会感兴趣 上次应该说 我说了关注三类的公司 其中两类公司应该说 在经济段2083点 创业板指数反弹以来 一个表现非常好 远远跑远的创业板指数 那么我上次的 我还有一点 就是我说了 就是关注明餐均板块当中的公司 因为这个公司 我认为 我认为是值得我今年 甚至明年去中长青关注的 因为我到时候 今天时间实在有限 我到时候会把选顾的逻辑 来讲出来 实际上不怕 就是我的判断失误 只要关注我逻辑 如果错了 那么我相信 我在以后的选顾当中 我也能获得党助的进步 那么从进阶段操作当中 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吧 好的 小康 等一会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你给大家再提你的建议 好 接下去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 下面进入抽奖环节 停 好 恭喜以上几位投资者 您将获得由飞科电器提供的 精美礼品一份 好 小刚 接下去给大家继续讲你的板块 就两点建议吧 第一点就是 大家在做防御板块的时候 并不适合长期持有 因为我一直要强调 防御板块它的适应率 实际上它有天花板的 它不可能像TMT板块一样 比如说你哪怕是家亏损公司 它也可以给你一个很高的股价 这是不现实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认为 如果大家要做防御板块的话 可以关心一下 就是同板块内 行业地位相近 美股收益相近 但是总市值偏小 因为这个市场 在刚刚现在 是关注防御板块的时候 实际上它在悬股的时候 会产生偏差的 那么关心总是偏小的品种 可能我可以短线的操作 对 那么也就是说防御的品种 它不可能给它无限的估值 就是往上走 也不像就是说 一些高科技企业 或者游戏公司 让它无限的往上走 是的 不管是可选消费 还是必须消费 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股市 我们借鉴过来 它实际上适应多时也挺好 OK 感谢观看